立法院未还委员会10号上午原本排定由卫福部长陈时中专案报告COVID-19疫苗相关议题 不过 卫福部临时通知陈时中取消出席 改由次长薛瑞源出席委员会 外界关切是否疫情出现变化 对此 薛瑞源受访时表示 由于出现新的确诊病例 陈时中9号晚间知道状况后 10号上午便紧急召集交通部跟华航在机管署开会 将有政策调整 下午记者会就会宣布 市长 这次的会议是昨天晚上知道这样的情况吗 还是说今天早上也知道这样的情况 昨天晚上知道这个情况 所以今天早上就召集了这些相关的单位过来开会 开会之后的话 有些政策上面如果还要再做确认的时候 那还有一些程序要走 所以下午记者会就会宣布 所以这跟政策有关 这跟疫情有关 当然跟疫情有关 跟疫情有关 所以有新的会议 是 此外 有自称诺富特的员工向媒体爆料 只房间没有消毒 就让下一名房客入住 而且餐饮不同人送餐只穿塑胶羽衣 防疫出现大漏洞 薛瑞源说 防疫旅馆都有相关防疫指引 必须遵循 诺富特员工还在隔离中 之后会交由桃园市卫生局进一步调查 此外 美国疾病管制即预防中心CDC7号公布最新指南 指COVID-19病毒可以透过气溶胶形成空气传播 即使距离1.8公尺 仍可能吸入病毒 媒体询问台湾是否会修改社交距离 薛瑞源表示 会斟酌这些报告跟数据交由专家讨论 另一方面 世界卫生大会WHA网络报名将到台湾时间10号晚间截止 台湾至今仍未收到邀请函 薛瑞源说 外福布到最后一天也还在努力 杨广记者杨仁祥 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